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全会员 要说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健康食品,那就当属红参了 根据韩国保健品协会发布的统计资料显示 在过去的三年间,红参以压倒性的优势占据销售榜首 而在爱多美,也有深受消费者喜爱的红参产品 大家猜到了吗?它就是红参丹 红参丹作为一款人气健康食品 最开始在爱多美会员之间流行 而越往后则越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其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有关专家 来一起深入探究红参丹背后的故事 最近人们对健康食品的关注度显著增加 爱多美红参丹也获得了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下面就让我们先一起详细了解一下 红参丹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 标题是从数字看红参丹 让我们来撕下第一个数字 No.1是什么意思? 那未来解答一下呢 红参丹顾名思义 就是以红参制作的健康食品 这款产品是以红参浓缩液制成的小丸 那么说到红参产品 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红参业 红参姜或者是红参膏 韩国具代表性的红参产品 就是红参浓缩液 你说的是很粘稠咬出来吃的那种吧 在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情况下 把粘稠的红参浓缩液 制成方便服用的颗粒状小丸 这就是我的研发成果 现在总算知道 No.1创新的含义了 不愧是爱多美所选产品 应有的头衔 这里还有数字100 我们撕下来看看 100有什么含义 坚持只做百分百 是百分百红参的意思吗 您要不先尝一袋红参丝试 红参丹吗 是的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事先藏了一袋 想尝尝看 那我现在就来试试 红参丹能不能打动我的心 这是入口计划呀 哇 味道好浓郁啊 是的 答案就在这里面 红参丹中不含任何防腐剂 是百分之百的红参颗粒 有百分之九十七的红参浓缩液粉末 和百分之三的红参粉末配比而成 所以味道非常浓郁 难怪味道这么浓郁 我尝过之后觉得其他的浓缩液 虽然也说是浓缩 但喝完之后 总觉得嘴里有附着或残留的感觉 但这款的口感却非常轻盈 有种被红参浸润全身的感觉 除了这个 我知道百分百的含义还有一个 那个可了不得啊 是什么了不得 我们只选用百分之百 锦山四年根红参 锦山也因人参而出名 是的 使用的是百分百的锦山红参 但您刚才说是四年根吗 是的 沈教授 是四年根吗 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六年根的效果比较好 以前确实需要种植六年 参才能够完全长成 但现在 由于温室效应 以及栽培技术的发展 只要种四年 就能发挥和以前六年根一样的效果 我以为只有我这么认为 但最近科学家们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 大部分的四年根和六年根所含的成分 以及人参造肝的含量几乎没有差别 所以四年就能长成的参非要种六年的话 那么种植成本就会大幅增加 六年根是以前的标准 现在的话 四年根就足够了 重要的不是四年根还是六年根 而是红参有效成分的含量 我觉得在选择产品时 应该把这个作为衡量标准 这真是一个全新的事实 应该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现在还剩下一个数字 是20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是什么内容吧 我们经常悟悟笑得很开心啊 人参造肝最大含量20毫克 人参造肝这个词我听说过 是在挑选红参产品时需要确认一下的那一项对吧 是的 人参造肝是红参产品的指标成分 其中的核心成分有RG1 RB1和RG3 这三者的总含量很重要 而在红参丹中 这个数值高达20毫克每克 这个数值远远超过 红参健康食品功效成分的标准含量 3毫克 也就是说 一小袋红参丹 就能远远满足每日的标准摄入量 3毫克 哇 标准是3毫克 但红参丹里有20毫克 是的 那我刚才吃了很多啊 原来如此 那数值是怎么达到这么高的呢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红参浓缩液中含有35%到40%的水分 那是肯定的 但红参丹在生产过程中 把水分蒸干后制成粉末状 所以人参造干的含量非常高 也就是说 即使是浓缩液 也不可避免会含有水分 而红参丹是把浓缩液中的水分都蒸发掉了 所以就更浓缩了 对吗 是的 这么好的产品 我怎么现在才知道 刚才吃了一袋 从明天开始 我得每天坚持吃一袋了 就在刚刚 我们通过象征性的数字 详细了解了 爱多美红参丹 那么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红参丹的研发背景 以及红参丹背后的故事 沈教授 红参丹是何时 又是如何研发出来的呢 红参浓缩液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健康食品 但红参浓缩液的含水量高达35%以上 所以无法长时间保存 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应用了食品加工技术中 最尖端的加工技术 微胶囊化技术和超细粉碎技术 在不使用任何添加剂的情况下 将百分之百的红参浓缩液 制成颗粒状的小丸 该技术于2008年 在韩国国内获得专利 并刊登在业内顶尖学术期刊 食品科学杂志上 是国际杀志啊 是的 这个技术被刊登在那上面了 我真的特别自豪 听到这里 我觉得教授您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名利双收了吧 也不完全是那样 不是吗 我也觉得是很好的产品 但年销售额还不到三亿韩元 约180万人民币 所以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 请幻力引研发者的介绍 我与朴会长进行了会面 并展开了真诚的讨论 经过与朴会长长时间的交谈 我非常深刻地体会到了一点 朴会长真是位正直的人啊 我当时的感觉是 如果把产品交给他 那么红参丹一定能走出韩国 获得全世界消费者的青睐与喜爱 所以我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 向朴会长进行了技术转让 刚才申教授说了 是怀着喜悦的心情 真心实意地进行了技术转让 那么除了这个技术 期间应该还有别的一些技术加进来吧 粒子成型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因为粒子非常粗糙且大小不一 所以经常发生破裂 之前的每个颗粒大小 介于1.2到1.5之间 后来我们将每颗的大小 缩小至0.8到1.0之间 是的 尺寸缩小了将近一半呢 是的 您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生产成本降低了三分之一 向爱多美转让技术的决定 真是太明智了 实现了技术的最优化和世界化 颗粒被缩小了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引进其他什么技术吗 像这种需要实现颗粒尺寸 最优化的情况 就需要在研究所进行研究 但之前 红参丹并没有研究所 红参丹企业附属研究所设立 为降低成本 建立了自动化包装生产线 以优良品质超值价格 争作红参行业领头羊的 爱多美红参丹 不仅在韩国市场 更将在国际市场大放异彩 很想知道在座的各位 今后有什么打算 徐律师您先说 我们研究所会继续致力于 创新技术的研发 为了让各种红参产品 能够在国际市场上 站稳脚跟打响知名度 我们定将不舍昼叶 全力以赴 不舍昼叶 说得真好 在当今市场 即使产品功效再好 缺乏价格竞争力的话 也不行 凭借爱多美 优良品质 超值价格的理念 以及红参丹的产品力 我们定将努力改写 世界红参商业版图 拥有世界级技术的红参丹 将展示出我们的自豪感 和自信心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我定将竭尽所能地 给予帮助 每到新年 忙着制定各种计划的朋友 应该不少吧 这其中一定有人制定了 健康管理计划 2022年 如果您想为自己和家人 送去一份健康 相信红参丹 一定会是不错的选择 期待在不久的将来 能看到红参丹 在国际市场上 大放异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